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九面 第十九面 第七行 经文第七行 看第十九月 我做佛师 释放众生 文我名号发菩提心 修筑功德 奉行六波罗密 坚固不退 佛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这一愿 非常重要 文明发心愿 我们如何知道它重要呢 在三倍往生 往生正因 这两品 世尊为我们 开示的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前面 第十八月 所说的 胜念必生 这是一项专念 这一愿 就是教我们 要发心 只有一项专念 而没有发菩提心 人 还是不能往生 这个两愿 相表里 必须要认识清楚 我们这一生 决定得生净土 就没有空过了 这个身 在这个世间 古人所说的 最后身 无量借来 到这一生 为止 我们化了个修指符 修指符了 再也不会 到六道 来轮回了 决定 往生净土 下一次 如果再来呢 是承认 再来 决定 不是反复 不是业力 来受伸 下一次 再到这个地方 来 愿力受伸 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仅是 下一次 到这个世间 来 受伸 这是愿力来的 如果功夫好的人 现前 就能够转业力 为愿力 不需要到极乐世界 打个转 来回 现在就转了 有没有这种人呢? 有啊 自古以来 就很多啊 那我们愿力转过来了 那将来往生 能不能去呢? 给主说 往生 那就随你自己意思了 自在往生了 这是尽宗 无比殊胜的法门 愿文里面 我们要特别留意 我做佛师 受伸伸伸伸 我 是阿弥陀佛自称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 臣佛到现在 已经十极了 世尊在十多经里面 都给我们介绍了 他已经做佛了 受伸伸伸 这没有差别 当然 包括我们在内 社防世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分国籍 不分阻力 这个阻力是社法界 不分宗教信仰 统统包括在其中 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 可是 我们概念当中 多元文化 范围还是有限 为什么呢? 因为多元文化 没有把畜生抱在里头 我们讲多元文化 只是讲人道化 不分国家界限 不分民族界限 不分种族界限 不分宗教界限 畜生没有在里头 没鬼道没有在里头 天道没有在里头 地狱道也没有在里头 所以 我们的多元文化 跟佛比起来是少元文化 不是多元文化 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多元文化 我们要能体会 要能认识 你的星量要透开 处处处是个小星量 菩提心发不起来 菩提心是心胞太虚 两周杀戒 菩提心是究竟圆满觉悟之心 你发这个心 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同 跟释法诸佛菩萨的心相同 大乘法力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你都能成就 大乘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小乘人没有发菩提心 他出不了社法界 念佛也不能往生 这个道理大家要懂 怎么个念佛法 这个地方又教我们 你看末后 一心念我昼夜不断 念佛一心念 我们现在念佛三心而已 讲到后头 我再跟诸位详细报告 你要下的怎么个念佛 怎么个发心 你就决定得生 这个释放众生 包括我们在里面 问题就是我们 有没有救悟 我们肯不肯干 下面说 我母名号 发菩提心 名号 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鸿名 但是经常讲着 名号 民号